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我们要灵修的经文是 腓利比书的第四章 第十到二十三节 这段经文是腓利比书信的最后段落了 保罗写腓利比书的目的 虽然并不是特别要感谢 腓利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们 脱尾巴伏提带给他的馈赠 但是保罗对于腓利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们 这份出于真诚的关心 以及爱心的馈赠 他的心中仍然由衷地感激 以及肯定他们 所以在这封书信结束之前 保罗用了一段相当长的篇幅 来提到这件事情 最后祝福他们 保罗在这段经文中 虽然没有明说感谢这两个字 但在治理行间 洋溢着保罗对他们的感激情怀 保罗离开腓利比教会 距今大约也有十年了 保罗感谢他们至今 仍然乐意支持保罗的福音工作 与保罗建立福音伙伴的关系 在这段感谢的经文中 保罗他一方面正式地向 让菲利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致谢 感谢他们脱尾巴伏蹄 带来慷慨的馈赠 但另外一方面 保罗他也不想让 菲利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们 对他的处境和需要 过分的担忧 保罗在此特别的声明 他并不是因为缺乏 才如此感谢他们的资助 因为他早已领悟到 能胜过环境 拥有真正平安喜乐的秘诀 保罗说 他无论在什么情况 他都可以知足 靠着主 他能适应任何的情况 保罗他坦然地 接受他们的帮助 告诉他们 他们如此做 就等同于他们是 分担了保罗他所受的患难 保罗对他们的爱心赞赏有加 形容他们的馈赠慷慨 捐输就如同极美的香气 是神所悦纳的祭品 保罗告诉他们 人绝不会因为赠送礼物 给别人而变穷 凡爱神和爱人的人 神必会在基督耶稣里 将他们所需要的一切 丰丰富富的赏赐给他们 从今天的这段经文 我们可以学到 三项宝贵的功课 一是保罗的知足 保罗的知足是从 主耶稣基督而来的 环境的改变 并不会影响他与 主耶稣基督紧密的关系 二是保罗的信心 主耶稣基督是保罗生活 侍奉力量的源头 所以他能知足 靠主 凡事都能做 三是腓立比教会的爱心 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们 对传道人福音工作的支持 关顾和奉献 各位弟兄姐妹 你有一颗知足的心吗 你对主有信心吗 你要如何表达你爱主的心呢 愿神大大的赐福你 平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